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是2D版本的Minecraft 然后呢 它这游戏呢 正式版是2020年出 但是也是它最后一个更新 叫做旅途的终点 那我当初玩的时候 大概在2012年还13年的时候 然后这个游戏其实出自于2011年 那为什么说这个Telareia跟Ziverse很类似呢 就是呢 它们两个呢 都是很讲究跟社区一起去建造游戏 你会发现其实Telareia里面很多出现的场景 很多出现的角色跟魔物呢 都非常的异想天开 那这些异想天开呢 大部分是源自于这游戏的玩家 并不是里面的这个游戏的创作者 当然很大一部分是游戏创作者 但很多部分呢 则是玩家 而这些玩家呢 它并不是一定是这个Game Developer 或是这种Graphic Designer 就是这种3D设计师啊 它很多可能是只会讲故事 然后写故事 然后透过这种方式呢 给Telareia很多的想法 然后把他们的想法呢 化成这个现实 然后呢 出现在游戏里面 所以说Ziverse 某方面在这个就很类似哦 就是它算是一个沙盒游戏 然后同时呢 又有类似Axie Infinity的这种回合制 但是它很大一部分 我觉得吸引人的地方是沙盒的部分哦 就是它算是少数的GameFi里面呢 很讲究跟社区互动 所以今天你可能想要让你的无聊猿猴 出现在游戏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在他的Discord里面跟他讲 可能下周就会出现 如果今天你有一个你小时候画的一个画 然后你想要让他出现在游戏里面 变成是一个雕像 或是变成里面的一个魔王 他也可以让他出现了 那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他跟Telareia和Minecraft呢 都算是这种程序化的生成 这个Procedural Content Generation 就是他可以一直生成他的地图 因为他们都是Pixelated 这种像素风格 所以他有一个新的模式叫做Discovery Mode 或是Explorer Mode 然后呢就是可以让你一直探索他的地图 然后随机生成了很多各种沙漠 冰川 岩浆 虚无的这些空间 然后呢让玩家从中也可以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土地喔 对所以呢就快速跟大家讲一下Ziverse这个游戏喔 那他这游戏现在已经可以玩了 然后你在玩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哇这游戏好完整喔 但其实呢 依照团队的说法 我们现在看到只是1%而已 所以代表还有99%是还没有出现的 但是他已经算是赢过很多的炼油 甚至于你会觉得你在玩一个非炼油的一个游戏喔 所以呢我鼓励大家 其实你可以去玩Ziverse 而且不需要花钱 参与他的Discord 他的社区的建制 然后呢 就是突发奇想的把一些想法的分享出去 然后呢你会发现 诶自己的角色好像突然出现在里面 那这时候呢 你跟这个游戏之间的互动 就不再只是 今天买他的代币去玩 或是买他的NFT去玩 而是呢你跟他的互动是 你把你的一些想法和精神呢 然后就是牢牢实实的这个烙印在这个游戏上面 对 好那我们就准备进入 我们今天第一份新闻 好那本周新闻呢 我们先从这个币价开始讲起喔 好今天呢这个比特币价格是19104美金 就是我们现在直播的时间喔 然后呢其实呢就是一样是因为上周呢 这个CPI跟 上上周CPI跟这个央行升息的新闻呢 基本上就造就了这个比特币的大跌 有跟以太币大跌 然后再来 呃 连关性的影响了整个这个各种小币喔 包括 呃 这些蓝筹的代币 Ave啊 Uniswap啊 Curve啊 呃 GMT这些的 那Eath也是喔 以太币现在价格在1316美金喔 对所以其实 这边我们大家讲一下喔 就其实从5月开始 这个大家就很关注CPI 其实在这之前 我觉得币圈呢更没有人在关注CPI 然后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 美国的这些 呃十年的国债啊 跟这个 这个TREATURY NOTE 跟这个 呃 神习的部分喔 那这一次升了这个 呃这个75个基准点喔 然后呢 也导致币圈就是 我觉得反应很激烈 就是 其实从6月7月 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反应 只有上一次的 8月的时候呢 就是低于了预期喔 然后呢 对于整个的影响呢 呃就有一点好转喔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看得出 币圈非常非常的 跟 Stock市场是完全的挂钩的 所以呢 就变成是说 Stock市场就是这个美股喔 所以美股一旦跌 然后呢 但美股跌就是因为 很关经济的影响 然后 美股一跌 Crypto就跟着跌喔 所以现在反而好像是完全无法 脱离这个窘境喔 没有办法真的实现出说 诶 好像 很多 早期 Bitcoin持有者会觉得说 诶今天如果 打仗了 或是今天 世界经济很差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比特币 是一个避风港 但反而 好像完全不是 反而比特币跟以太币 比较像是一个股票 对 而且 很多之前的假说呢 其实也很难验证在这个 Crypto身上 就加密火笔上面 比如说像以太币 这一次的减半 大约减产 90% 这样子的影响 其实在比特币上面是很大的 就是当比特币 每四年减半的时候 那一次发生的时候 是在2020年5月 然后呢 也掀起了这个DeFi Summer 就是去中兴华金融的这个暑假 然后呢 掀起了新一轮的牛市 但是我觉得那一次 2020年5月完全是 天时地利人和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导致美国央行 过度的紧张 然后呢 开始大量的这个印钞 然后 刺激全世界的经济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各国的央行也开始营造 所以呢 突然 在2020年的时候呢 大家多了很多的闲钱 尤其在美国和欧洲 很多人都领到了这些 平常不会领到的 多余的支票 很多公司 获得了一些 他不太需要的酒机 但是谁不会拿 免费的钱呢 那这些钱就开始去投资 一些他们本来不会去碰到的资产 那很大一部分呢 因为了加密货币的这个兴起 然后呢 开始了这个百倍传说 所以呢 口耳相传的到各个人的耳朵里 尤其大家待在家里闷着很无聊 就开始看网路 那加密货币完全不需要你去银行开户 完全不需要你做任何事 只需要你在电脑前面 了解怎么用施药公药 了解怎么用以太坊 你就能加入 对所以2020年完全是一个天使地利人和的一个现象 但是你看反观现在2022年 这次以太坊的减半呢 远远超过了比特币当时的一半的减半 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 因为以太坊他平均每天产出是大约13000克以太币 但是这个是完全直接归零 所以呢变成他只有产出1400克给这个节点验证者 所以这个减少成量 代表说每天在矿工的泡压完全少掉 所以理论上说以太币应该上涨 但是大家低估了一件事情就是 这一次在横观市场来看的话 我们是在一个这个往下的经济 然后呢疑似世界要进入这种经济萧条状况 然后各国洋行发现印太多钞票 通膨完全停不下来 然后民生物资加上美中二角力 所以呢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然后在疫情的时候 然后可能这个过度的投资 或是过度的乐观啊 就是大家永远会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导致现在经济就很不好 所以就算以太币再多的减半了 都没有办法拉它比较往上涨 因为大家就是极度的不乐观 反而有这种好的消息 好的这种催化机这种catalyst 大家会利用这一个来进行做空 来引诱大家去买 然后呢再触发这些清算 其实我们如果来看这个清算的过去7周好了 就是其实它金额都是非常非常庞大 像如果我们现在在 Coin Glass来看的话 其实过去过去24小时 就高达了1,600万美金的清算金额 而且这其实也算是这两周来的比较低点 这14天是算是比较少的 然后就是一直在被 就是很多人就是很 我觉得对市场很疲惫 对好那这就是关于今天的这个指数 还有币价的新闻 那我们来到下一则新闻 好下一则新闻呢 我们要来讨论的是 币圈做市商Wintermule 被攻击 损失高达1.6亿美金 那这个攻击呢 被称为Vanity Address Exploit 那类似的攻击呢 我们在上周六 有做过一集直播介绍 这个攻击怎么发生的 基本上就是用户呢 用了一个工具叫做Profanity 那Profanity呢 它是可以让你生成一些特殊的地址 大家应该知道 以太坊的地址都是0X开头的 然后再来一串这个Rama跟大小鞋的ABC所组成的 所以它其实 有点没办法真的辨识出你的地址是什么 就你自己知道你的地址是什么 但有些人就会想要做一些特殊的地址 比如说0X123123123 就有点像是你想要一个特殊的这个 汽车的车牌号码一样 那这就叫做Vanity 对 那另外一种用户呢 像是Wintermule做事上呢 它想要的地址呢 是0X0000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它想要让别人说 哎好酷哦 你的地址好酷哦 而是呢 它想让它的交易可以变得更快速 Wintermule呢 作为一个币圈做事上 它主要有分三个业务哦 那大部分币圈做事上也是这几个业务哦 那我们大概讲解一下 一呢 因为在加密货币市场里面 当你发了一个币哦 你不会只在一个交易所上面交易 你可能会在去中心化交易所 这边就有Uniswap KyberSwap Balancer 或是Bancorp 或是Curve 那如果你现在中心化交易所的话 你有可能在币安 有可能在FTX 有可能在火币 有可能在OK 也有可能呢 刚才讲的所有的你都在上面 那这时候 就比较不像是传统的股票上市 只需要维持在一个市场 一个交易市场 反而呢 你需要一个做市场 来确保说 这每一个交易平台呢 都可以准确的反映出 你现在的平均的这个价格 因为一旦价格差太多的话 就有可能在特定的交易所呢 造成恐慌 比如说你今天在这个交易所 可能深度就10万美金好 那就有个大金鱼呢 他不知道 然后呢 你在其他交易所 或他没有用其他交易所 他就只用你这个交易所 然后在上面一大卖 那你的币价就暴跌了 但是如果今天有做市场 做市场就可以确保 每一个交易所上面平均都有一定的交易量 然后呢 来预防这种事发生 设置于呢 这会衍生成第二个业务 那就是OTC OTC叫做over the counter 那在做市场里面做OTC呢 基本上就是说呢 今天一个项目啊 他有投资者嘛 有这些私募投资者 种子轮 天使这些的 哎他要卖了 因为他们通常持有的量很大 可能占所有的这个100%的代币 可能占1%或占0.5% 哎今天他可能解锁了0.1% 然后要卖 那今天呢 啊这个项目方 会把这个大户呢 介绍给做市场 所以我想要卖0.1%的代币 做市场呢 就会帮你用很有效率 有条额的方式呢 帮你平均的 在各大交易所里面撒货 这样 那这其实很重要嘛 因为最终其实都还是要 有人会买 有人会卖嘛 同样的今天是买的话呢 一样 你不会只在一个交易所买啊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大户好 可能你一买就要买上百万美金哦 你就会直接去跟项目方讲 嘿 我很喜欢这个项目 然后我想要在二级市场购买 这样 可是我没有这些交易所好了 这些的那 他就会介绍给你做市场 做市场帮你处理 或是如果今天你直接跟做市场 已经有合作了 你是他的客户 他也会帮你做这个事 第三个比较特殊的业务 在做市场里面 就是MEV或是Arbitrage这两个业务 MEV呢我们之前在直播里面有讲过 叫做Minor Extractable Value 基本上就是说呢 在各个交易的去中心化交易所里面交易的话呢 他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赚钱的机会哦 那这个呢量现在有多大呢 大约是10亿美金哦 甚至于可以更大 如果你今天去MV的这个排行表看哦 你会发现有一笔呢 只花了2000美金 套利高达250万美金不夸张 大家可以去看那集直播 然后看MVV那集哦 那我们未来也会专门做MVV的直播 这样大家除了在Podcast上面看到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 屈外先生的YouTube直播上面看到 那MVV他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我今天因为我是矿工 我在验证这笔交易哦 所以呢我就可以 去有点算是 从中安插 说今天你可能要买100个Uni 然后价格会往上一点 我就在你这一笔交易要被验证之前 用很高昂的这个Gas fee 抢在你前面先买 反正你100就要买 你这已经执行出去了 所以在我买完的瞬间 Uni价格往上一点 所以你就买了我买的比较高的价格 对吧 然后呢在下面呢 我再把它卖掉 因为呢 Uniswap是AMM嘛 这个Automatic Market Maker 所以呢他不管怎样呢 你都是可以卖得掉 所以他就赚至中间的价差 那你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有个大户 傻傻的拿500万美金去买 然后没有用NBV Protection 就是NBV保护 像有一些交易所专门做这个 就要比如说有个去中心化交易所 叫Calswap就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他们就赚这其中 这只是其中一种 还有NFTNBV 还有Arbitrar Arbitrar的话就搬转了 比如说Uni的价格 在这个交易所是1块钱 可能在另外一个交易所是1.1 在另外一个交易所呢 可能是1.2 那这个板砖大家一定常听过 就交易所跟交易所之间 所以大家完全在比快比速度 这也是为什么Wintermue这次的攻击呢 他会用到一个Vanity地址 因为呢 当你的地址是0x000000什么的时候呢 你就更有机会 然后呢 更降低整体的这个交易手续费 然后提升你的交易速度 对所以这一次的攻击反正的事情 那结尾就是Wintermue的这个创始人出来 公开讲这个事情 然后也说他们的公司有足够的资金 也够健康去支付这些损失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样 但是说实在很多做事上 还有很多项目遭到攻击的时候 一开始都会这样讲 像三件资本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知道Wintermue现在的状况 但是我们是希望他没事 因为其实很多我们认识的项目的 也都是用Wintermue的服务 好那这一集新闻就到这边 我们来下一则新闻 好下一次的新闻呢 又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消息 哇今天都是讲负面的消息 从这个央行升息到 很大的这个Wintermue 做事上遭到攻击 然后现在呢我们要讲的是 Ducuan Luna创始人 正式呢 有这个发出了这个逮捕令 对那 现在好像听说是六到七个国家 宣布这个事情 那Ducuan呢 也马上在推特上 澄清自己没有逃亡 然后呢也积极的配合 那最主要的就是 有太多国家这个申请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 有两方面去看 一方面就是说 没有说USD跨了 然后Luna跨了 但是在这边 到底哪个国家 有这部分的这个管理权 其实对于币圈 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可以去想象就是说 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加密货币 被认定为就是Security 或是认定就是杂期 这样子 然后呢人家常说就是 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阵过周 然后就 但是同样的呢 我觉得很多进来币圈呢 他并不是真的关心币圈 或是真的了解加密货币 或是真的有 花时间去体验 然后理解 然后真的喜欢这个 这样子的自由 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新闻来讲 什么是自由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 今天你拥有 比如说钱在银行里面好了 可是其实如果今天 你忘了缴一个罚金 或是你今天跟你的妻子离婚 或是你今天学贷出现什么问题 这些有权利把你银行里钱拿走的人呢 他不会去了解你现在的状况 可能你学贷没脚是因为你近期很低落 然后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或是呢 你正好跟你这个妻子离婚 或是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机器里面 他不会去在乎你发生什么事情 对 也意味着说 你银行里的钱并不是你的 你没有办法保护住你银行里的钱 因为当有一个机构 或是他认定说你欠他钱 这个就好 没有错 欠钱一定要还 但是这边要讲概念不是说 欠钱要还不还的这个意义 而是说呢 你在银行里的钱就不是你的钱 因为别人可以拿走 可是你今天想象 你今天欠再多钱 或是你什么样的学贷 或是你停车费没脚 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比特币 没有人能拿走 你存在乙探房里面的稳定币 这就是你的 所以这个功能其实非常强大 大家可以往后思考一下 就是什么东西你拥有的真的是你的呢 你的房子吗 你的车子 你在银行里的钱 其实这些你都带不走 不是说什么 死后带不走 这种带不走 而是说 今天如果打仗好了 然后你要离开台湾 你这些东西都带不走 可是你放在比特币里面的这个钱 你就带走 反而你今天如果带黄金 路上还有人可能把他抢走 可是你放在私钥里面 可能没有人知道 甚至你存在币安的账户 都很难被冻结 所以说 其实你会发现 而且除了币安 还有很多其他这种 去中心滑储存的方式 是在网路上 然后你透过你的这个验证 是可以重新解开 所以从这故事里 你会发现 你去爱加密货币 或是你去想要了解 加密货币的时候 你并不需要去了解他的技术 你并不需要去了解 他背后原理 当然了解是好事 可是真正你需要去了解 是感受他的自由 感受他带给你真正的这个权利 来控制你所拥有的资产 那这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今天 为什么会从Dukon这个新闻 延伸到这个议题 就我觉得其实 当然在币圈里面损失钱 或是今天你玩DeFi 找到攻击这些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能 太去 把这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规范成它是错误的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认真去看Luna 和Luna整个生态好了 当时有像是Anker 还有各种项目 都是美国一家公司叫做这个 Delphi Lab Delphi Digital 他们创了很多这些创新的产品 对所以里面有很多去中心化金融的创新呢 是Luna衍生出来的 那在他稳健的时候 在他健在的时候 大家追捧着他 鼓励他 就是 但是当他下来的时候呢 没有任何人想给他机会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觉得 其实 某方面是蛮可怜的 尤其对于加密货币的创业者 而且我进社区 进了这么多年了 所以我看到非常多的 加密货币创业者 尤其我算是最早一代 来介绍DeFi的华人 所以DeFi一直以来都是很危险的 对你今天要提供流动性 在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 然后你可以赚几十%的年化 但这几十%的年化 最早就是来自于他的风险 没有风险的话 那就没有这个年化 但是他最特别的地方 是他的纯粹 对今天Uniswap 曾经就讲过一句话 今天就算美国政府 要Uniswap 关掉 Uniswap 其实关不掉Uniswap 这就是最特别的地方 就虽然Uniswap 创造出了Uniswap 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 但Uniswap关不掉 他唯一能关掉的 就是他的网站 他的网页 所以去中心化的价值 是在这里 是一个没有人能夺取的 一个东西 而且他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每一个节点验证者 都是在这个 改变的一个推动者 一个无声的推动者 所以我很敬佩 早期的矿工们 没有他们就没有以太坊 虽然以太坊从PoW转PoS 人家说是一场骗局 或怎么样 但是不管如何 就是验证者跟矿工们 都站一个极大重要角色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 在想像一个政府 今天你非常觉得 这个厌恶一个政府 但是你今天 作为一个矿工 你就算是一个无声支持 去中心化 自由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延伸去讨论议题 我们可以在未来的Podcast里面去讲 但我希望在今天这个新闻 然后延伸到 去中心化 延伸到自由 延伸到你真正的资产的时候 可以大家去思考一下 什么东西你现在拥有 是你真的拥有的 真的拥有的东西是别人没办法夺取的 没有人能夺走的 什么东西是这个呢 大家要去想一下 好 那我们来到下一则的新闻 OK 那我们来讲到下一则新闻 这一则新闻呢 我觉得是每一集Podcast 我们都可以讲到 就是本周的融资的金额 因为这个议题其实很重要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在所有的这个血缆市场 感觉市场上面 大家都失衡遍野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其实 有另外一种标准来衡量 这个市场到底还没有活着 其实我经历了这么多次的 这个牛熊的转化 各种的这个动力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是一直很好的衡量标准 但这个东西只要一旦归零 或者往下 我觉得会有比 就是CPI 或是升息来的更恐怖 那就是衡量市场 到底还没有人愿意 投钱这个标准 尤其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 在这个私募市场里面 这个标准 另外一个标准是Talent 但是这个我会在下一集讲到 就是从业人员 就是多少人现在进来 加密货币市场里面工作 因为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方式去量说呢 有多少公司现在在请 就是做加密货币的项目 Defi NFT GameFind这些的 对那 好 那这周呢 其实这个知名的蓝筹NFT Azuki呢 宣布完成了这个 3000万美金的A轮 所以融了大约10亿台币 然后其实在这个上个月呢 另外一个蓝筹NFT项目 就宣布了 融了5400万美金 那这个项目呢 就是Dudo 也是一个蓝筹NFT项目 然后呢 再来呢 在这周呢 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Theorecraft Theorecraft 然后跟A16Z 投资者有A16Z Maker Fund 然后融的金额呢 是5000万美金 还有呢 一个很大的HUM HUM呢 它的投资者有 Noise TheLow Distributed Global Flamingo Winkleflop Capital TCG Collab Currency 然后融的金额是 1170万美金 然后还有两个 这周很大的 另外一个叫做 Heading Heading 然后呢 它融了3000万美金 投资者有 Motent Epic Game 跟Alumni Ventures 然后另外一个 讲最后两个 一个是LIT 就是Cryptocurrency Network LIT LIT 然后融了1300万美金 投资者有 OpenSea 1KX Sixman's Ventures A Capital 跟Lattice 然后再来一个是 3 Comma的 这个 Automated Crypto Trading Bot Platform 投资者有 Alameda Research 跟Jump Capital 两个都算是做市商 但已经延伸超越做市商 融了3700万美金 所以这两周 哇这几个都是在一周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 最后一个 Immunify 这个是我自己也常用的一个 做Bounty的 就是那个 神机合约的 神机智能合约的 投资了很多 其实超过9家 我刚念的都几家 算是领头都会大的 这样 然后有Framework Polygon Samsung Nix Electric Capital Lattice Third Prime 还有一大堆油 然后呢 总共融了2400万美金 对所以 从这里面你就会发现 其实 光这两周 就有 好几亿美金的 这个 钱投入到 加密货币上 而且我刚才 只讲不到10个 所以每周 有上百个项目在融资 这个市场 绝对还在 所以不要因为 避跌了 然后 好像感觉 市场 大家都走了 这市场就不在了 我觉得加密货币 它是一个很全新的市场 因为它 算是一个 不只是在全新 它算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市场 就是它完全 不在乎 种族 不在乎 你的肤色 不在乎 你人在哪里 只要你有一个手机 真的一击在手 你就可以工作 而且这个真的 是我自己 亲身经验 大家应该知道 我作为 就是 早期的这个币圈的人 然后 经营社区的这个人 我最早期 帮忙的其中一个社区 就是Curve 现在最大的一个 DeFi项目 收藏量高达 50亿美金 那 就是我也是 默默无名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 一个人 然后就是 一直在玩DeFi 然后拍影片 也就几十个人去看 可是 我就会 因为这样 然后我认识到Curve 然后呢 Curve那时候 也不是一个大项目 那时候还叫做 I-Earn 就是那时候 早期Andre AC 做的Y-Earn 在同一个群组里面 然后里面就几十个人而已 然后我就 我觉得你这项目很酷 要不要 我想帮你做个中文社区 然后来认识这个 中文市场 结果一座 中文市场 还没几个人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我只有故事之前讲过 就是我当时 想要拍一集直播 这一集直播 算是让我多了几百个观众 然后这个直播 我就是在介绍 如何在Uniswap上面发币 而且这不是 Uniswap V2或V3 就是大家熟悉的V2 这个是V1 就是没有这个 LP凭证代币的那个V1 然后你这上面提供流动性的时候 然后你的代币不会显示你的代币的logo 它会显示一个问号 就是很怪的一个问号 然后让大家都不敢买你的代币 这种 然后我就拍了一集直播 就是如何不用任何代码 然后发代币 反正就有个网站 你可以花10美金 然后他帮你发一个ERC24 最基本的代币出来 然后你可以写你的这个名字上去 或者你的代币名字这些的 然后到EtherScan上认证 认证好后你就可以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丢uniswap 但是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 就是当时我应该也有机会 进uniswap中文社区 但我那时候已经在帮忙curve了 可是很特别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那时候到uniswap的discord里面问问题 然后那个discord好像只有200人不到 然后回答的人就是Hayden uniswap的创始人 现在身价也应该飞天了 然后就在那 只是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说 我可以帮你做个中文社区 可是我后来还是帮了很多 那很多人会说 Kristen怎么只有你帮忙 事实上当时真的没有别人 我觉得或是没有人去想到 就是市场就这么小 我觉得uniswap那时候有个 几万交易量 大家都觉得 哇就破纪录了这样子 然后还有SNX 那时候Ave还叫Ethland 后来又改名叫Land 然后又发了更多代币出来 搞得好像这些股票分 就是分更多这样 但反而Ave价格也没有上涨 那时候叫Ethland的时候 但最后这些都变成百倍啊 在这个DeFi Summer的时候 然后也造就了很多后来的这些金鱼 跟各大资本 但是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说 一样这个故事延伸出来的地方 就想告诉大家说 不要放弃一些机会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是trader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trader 就是一个交易 就是在那边交易炒币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最大 就是获得的东西 不是来自于交易 而且我觉得这听起来很肉麻 但其实真的是来自于 就是帮忙创造这个社区 帮忙很多早期项目的建制构建 后来我都不太常做这个 因为越来越多专业的人进来这个市场 越来越多人比我更的样 我那时候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 然后Telegram也就是在那边经营 然后帮忙翻译一个东西 就做得很烂 越来越多专业的人进来 那后来很多专业的人去做 但你会发现其实现在进入一个熊市 很多这些专业的人又突然不见了 或是抢着做这些事情又不见了 所以其实噪音就你可以想象的 一个大房间 这个大房间就是币圈 然后现在很多人离场散场 就没有那么吵 反而这时候呢 你可以静静的去看 哪些项目很好 然后你一定会 很多人都会说 Kris可是我没钱投资啊 你不需要投资啊 我觉得币圈最酷的地方就是我最早期 加入很多这些项目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投资 可是我怎么会获得到 它的代币呢 就是我最早期的这个帮助者 币圈应该是唯一一个 在金融市场里面 会空投的这个东西 然后空投居然还是几万美金 我最大的一个空投 这在去外线的社区里面 应该都会知道 就是uniswap 因为我在拍上百集直播里面 用了 因为我测试账号 通常都用新的测试账号 尤其那时候价格很低 所以我用了 maybe有100多个以上账号 但我真正获得到空投 只有100个左右吧 就是这些账号去用uniswap 然后呢 但是我完全不是为了要获得空投 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人知道 uniswap要发账号代币 也没有人知道有撸空投 这种事情 但是就是这样发生 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这很惨 因为uniswap那时候发了一个袜子 叫unisox 然后呢 我自己就去换了这双袜子出来 那真的袜子很便宜 那时候50块 后来炒到几百块 哇这个东西怎么可以炒那么多钱 结果你知道什么吗 如果你有买过unisox 他就用空投unis代币给你 空投进了都上万美金 所以 crypto真的变成是一个 很适合你花点时间 你知道今天要看个漫画什么 你不需要你就去看crypto 然后去碰一下玩一下 而且不需要花到你多少钱 大部分我从来不花钱的时候 我开个什么东西我都说 社区可不可以赞助10块钱50块钱 这是那时候的时期 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就像网记网路一样 我常常觉得这样讲很肉麻 但是我一直从大学高中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网记网路就是你可以赚钱的地方 只要你愿意花时间 愿意去了解 但是这中间绝对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有这个障碍 那就是语言上的障碍 因为国际上这个比较好互通的语言 其实就是英文嘛 然后第二大就是中文 所以你英文和中文如果都强 然后也有很好的沟通能力 然后去帮你自己争取到 你想要的东西的话 这个也需要一个沟通能力就有办法 但是这些沟通能力 都可以透过你在 跟各种的陌生人互动 而且你会发现crypto 有第三个很好的地方 刚刚突然想到 除了膚色不看这些东西以外 最屌的是匿名嘛 对 每一个人都长得像卡通一样 不会有人去judge你 你会发现 哇 这个人带着一个NFT卡通 这一定是一个高手 然后没想到他可能就是一个 16岁的男孩在后面很紧张的 头在发抖这样子 所以 然后很紧张 他会不会要我帮忙 或问我太困难的问题之类的 所以 所以我想讲就是 现在就是完全变成一个这种 这种 呃 就是一个很好很大机会的地方 所以 呃 刚刚讲的这个新闻 讲到这些项目的融资 这都是大型项目 所以报道也爆出来 但是有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自己接触到很多项目 但我接触到真的 并山一角很小的一部分 想要讲就是真的有很多项目在融资 然后这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乐学 非常多的工程师 就是 有正职工作 平常晚上就变成一个crypto builder 你知道吗 然后在那边building 但是你不需要只是当工程师 你可以是一个很了解 合约在做什么事情的一个社区的构建者 你知道吗 其实我参与很多早期的一些这种合约的讨论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在那边下去 客户电影 但是就因为这样子 然后了解到很多 甚至于有很多链上数据分析这些部分 也是我自己去一直跟大家沟通 然后自己学习 然后就知道说 我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需要的 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所藏 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代币经济模型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每一周我们的podcast 因为podcast是每一周 所以我都会去讲 就是这周有多少项目 融了多少钱 然后因为我近期这三个月很多我们的群友 或是朋友都会过来 Chris我对这事实上好无望 社区医生没碰过币的人都过来跟我这样讲 都是要放弃人生 我就说真的不要放弃 如果你喜欢打这个游戏 你喜欢打魔兽世界 你会发现加密货币就像是一个大的魔兽世界 真的可以在那边练等打怪 然后让你的这个等级升高 这从中打怪的地方就是去认 跟任何项目去聊聊天 嘿你好 我叫做0XChris 我叫0XMrBlock 你们在做什么我想要多了解 之类之类的 而且我跟你讲熊市 熊市大家都超级想要跟人聊天 你知道我今天跟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有10万追踪者在Twitter上面 我今天message他的时候 我今天传讯给他的时候 我发现去年的同样时间 这个项目就是红到不行 就是真的红到好像感觉 今天在看一个明星一样那种红 市值好像50亿 超大的一项目 我传了一个讯息 传来没回 后来又传一次又没回 一个月后再传一次没回 今天我就传一个讯息 我说你会去新加坡 因为现在新加坡有个活动 叫Token2049 不到一分钟不夸张 他直接说我们会再来 要不要约个见面 就是你会发现熊市的时候 真的很多机会 机会就是你的 你要自己创造出这些机会 好不再漏麻 我们下一次的新闻 今天最后一个新闻 也是一个我觉得 蛮好玩的新闻 这个新闻其实在币圈的人 都已经知道 那就是香港的房地产的富豪 大亨 周大福家族的继承人 郑志刚 旗下有个基金叫做Sea Capital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Azuki的其中一部分 好像就是Sea Venture 就是有参与这一轮的投资 那他们是想说他计划在未来18个月内 要融大约5亿美金 然后投资在区块链产业 信贷和私募股权 然后这又是一个我觉得 Legacy Finance 就传统产业的人 进入到加密货币市场里面 所以一样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很多传统金融的人 慢慢的都进来加密货币市场 然后尤其有一句话 就是buy you know when there's blood on the street 就是卖或是投资当私横遍野的时候 因为你不会买当大家都在唱歌 很开心很高兴的时候 对那时候通常最危险 我觉得投资timing是最重要 所以当你现在要少有钱 当然不是说大家 但是就是说 当你觉得市场差不多真的不能再跌 或是这个尤其是资本市场 因为去年大部分私募项目 总指轮可能估值都在一千五一千以上 就很扯就是写个白皮书 就一千万美金三亿台币的估值 你听了会觉得what the 可是呢真的去年就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也没有好多少 大部分总指轮可能三百或五百万美金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再高一点 但再高的这些founders很难融 像我常看到几个项目就是 就是有一个大概的产品 写了一个合约有个网站 就融一千五百万美金估值 然后可能几破头融完了 可能下一轮至少要三倍 或两倍那就很难融 所以我觉得很多founders 他的估值都设定错误 尤其没有认清这个市场 现在的问题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从一个seller market 转成一个buyer market seller是什麽意思 就是这台项目就是seller 他在卖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去投资 然后现在呢 转向成一个buyer market 就是投资者可以主导这个市场 所以buyer就可以去决定说 哇这一千五百万估值也太低了吧 等你降半价再过来跟我讲 这不夸张 现在的投资者都讲这句 我自己也这样讲 就人家说 但有时候我也是 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很心软的人 就是有时候有些项目就是一直跟我讲 然后讲一讲聊一聊 就突然聊出感情来了 就是突然觉得 不帮助一下这个 我虽然有些项目明明在创始人年纪比我大 我都会教到年轻人 因为我就觉得我是币圈的这个老一点的老一辈 我就要帮助一下年轻人这样 然后投个多少钱这样 然后突然就觉得 这个钱应该是拿不回来 所以其实我从去年看我参与的项目 真的我真的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对 就是大部分的VC 头十个项目可能一到两个赚钱 那这一到两个就可以让你cover大部分的投资 那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我自己感觉 比如说100个项目我可能觉得有20个表现不错 这样 所以讲的我都想流眼泪了 没有但我想说的就是说 市场还是很多钱 所以看到有这种香港富豪首富级的这些人进来 不只香港 其实新加坡 杜拜 东欧 不一定东欧 甚至欧洲都有很多新的这些老的钱进来 甚至于台湾 所以我觉得这市场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 但是我觉得大标 听完就赶快冲进去买个什么东西 不是 我觉得最好投资就是在自己 花时间去了解加密货币是什么 花时间去了解区块钱是什么 花时间了解私钥公钥 花时间了解什么是大币经营模型 花时间了解说 代币跟股票差别 为什么要发代币 花时间了解中心化跟去中心化的价值的差别 花时间去了解 GameFi是什么 然后它的问题在哪里 花时间去了解NFT 和这整个去中心化艺术品市场 去了解这些东西 不需要花你太多钱 甚至于可能不需要花你任何钱 但是可以带给你更多的这些智慧 带给更多的inside 这些内幕的这种 从业人才知道的一些讯息 会更好的帮助你 在下一次的牛市做好准备 做好选择 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区块先生的Crypto直播 不对 今天不是我们的直播 今天是我们的Podcast 没有错 这是我们全新一集的Podcast 那其实早在三年前 大家就说 Chris 刚才做Podcast 那我们其实 这个直播我一直在做 就拍了大约有500集 然后如果加上Facebook 看一些特殊影片的话 可能有到600多集 那我们其实把很多这些技术 都有优化 然后放到Podcast上面 但它不算是真的Podcast 因为很多是教学影片 所以需要你用萤幕 然后有些设置于太硬核了 需要你花时间去了解 然后真的要去读那些文章 那种东西其实我觉得 不适合大家 就是如果尤其初学者的话 然后听起来的这个体验 也会有点差 因为我可能讲到说 要点开这个 然后那个人在开车 就说要点什么东西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我想要录一个 专属Podcast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 可能每周就录一集 那这一集呢 会讲这周我们看的一些新闻 对大家可能有知道 就是区块线社区 现在有个东西 叫做区块线图书馆 这里面基本上 放了很多 我每天看的一些文章 和Twitter thread 我现在花很多时间在看这些推文 因为我觉得 Twitter的推文真的是 有很多写的内容非常好 而且是精华内容 就是 比如说一本书300页 他可能就 10页把它讲完了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就可以再去看那本书 有点像这种的感觉 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些内容 变成就是Podcast上面讲到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还会称扎一些新闻 和一些价格 所以今天你在听这集Podcast的时候 你可能会听到 关于央行升息啊这些的 然后讲一些故事 对我觉得故事很重要 我觉得会让Podcast 变得比较有一个生命力 让你觉得说我今天不是想要来听 一个很急凑的新闻 然后赶快去交易 反而是说你今天在开一次的时候 可以听一些我的感想 我的一个观点 对那这里面不一定跟交易有关 当然也有一些跟交易有关 但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一些 我从这些内容里面 获得到的一些灵感和启发 想要透过Podcast带给你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 第一集 或是第零集的区块先生Podcast 那我们现在还在想名字 名字有很多种 有一个名字我们叫他必选 或是每日必读 或是每日选读 选读就是选择的选 然后读药都读 或是有求必应 或是有必要吗 这些然后都把币改成 这个加密火币的币 对所以 还是做一个决定 然后呢 会尽快选好一个名字 然后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 区块先生的节目 然后带给你全新的体验 然后希望你喜欢 好 那也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周 然后记得就是保持乐观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记得 本集的内容呢 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加密货币投资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觉得被我碰 remember there's no financial advice in this episode cryptocurrency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